当那时间7月1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张其享有总统豁免权而免受刑事指控一案做出裁决 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结果裁定 在任期即将结束时特朗普以总统身份采取的一些行动可以享有包括免受刑事指控在内的总统豁免权 但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动不能享受总统豁免权 因此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评估特朗普涉嫌的犯罪行为中哪些属于职务行为哪些属于个人行为